今天用CAMMAN的衣服來問 哈哈哈哈 鏡頭很喜歡我的頭 Yo我是波子繼續 波子吃不夠但你吃云全不講究 到深水埗POPCORN 不是深水埗 將軍澳啊 不好意思我太久沒來過將軍澳 幹嘛雖然飛機有StableLine 你不要笑我手震 等我先 剛好新開了一間新的Cafe 我都不懂讀的 好像POKEMON符號的Cafe 究竟好不好吃呢 波子帶你吃 Ceboichi Let's go 暫時進來就下單 以環境來說我覺得蠻舒服的 蠻grand 玻璃音樂蠻放鬆的 它後面菜單位置 砌的排牌有點像機場登機的感覺 先來杯蜜糖 百雀茶鮮奶 一杯給你 但另外再給玻璃瓶自己倒 又會當中儀式感 它一個杯剛剛好就倒了 奶味很香濃 但百雀茶偏清淡一點 但也有茶香 風物不太嗝 這個比較健康 接著試一下Campback的效果 拉花跟我之前 一天店長 Barrista差不多 奶很滑 咖啡味蠻香的 味道很濃或苦 剛剛好 之後喝一杯 很精神 接著到我的杯 我的杯應該爬爺 同時是有酒的咖啡 Mokka Mattini 我都沒試過喝咖啡口酒 一層朱古力粉 一層奶泡 一層咖啡 我想Makini酒應該是最低的那層 Campin都擔心我 平時不喝酒的我 究竟會不會醉 完全是超出我味蕾的認知 雖然表面有很多朱古力粉 但它不會很乾 朱古力味很濃 然後喝到少許酒香 濃得來又不會吞 同時跟咖啡豆的香濃 是乳士冰淨 嘩這個體驗很有驚喜 不要喝太多 先吃東西 因為我感覺到我已經有少少興了 酒精濃度也算高 接著就來炸魚卷 哇炸魚卷很大份 正常外面應該是一個卷一個份量 但它兩卷好像二人份量 看樣子好像很脆 它就好像剛出實的寶寶 被我包住了 變成我自己的寶寶 不會像平時外面吃的很流勞 沒什麼魚肉 只是很多炸粉的感覺 魚肉是很厚的 很濃的 炸得很脆 但又不會太油 吃炸東西也覺得有健康的感覺 它的薄餅像平時的麥西哥卷 蔬菜比較簡單 配上山菜青瓜和洋蔥 醬我略嫌覺得它少了一點 因為咬了幾口都好像沒什麼醬 如果再多一點醬就可以惹味一點 但吃了中間 吃到炸魚好像有一點點香 可能是因為不夠醬 沒有魚肉的味道 用餐廳名名的All day breakfast 試了是不是石頭蛋 自從去過我們活廠吃過石頭蛋之後 每次看到炒蛋都要看看是石頭蛋 它不是整塊塊的 炸蛋真的很好吃 軟綿綿綿 加香菜在上面令它更香 而且吃到很香的牛油味 最棒的是它蛋味香濃 但它吃起來很脆 很汁 蛋汁很多 很好吃這個炸蛋 我覺得這個炸蛋是比很多餐廳炒蛋好吃 菇就普通一點 可能菇偏乾一點 可能我吃過大啡菇 試過這麼多汁的菇 回不了頭 你試一顆CAMMAN 試一顆CAMMAN 我們不開王康的 試一試CAMMAN的All day breakfast 那顆腸 那條腸 它多特別 不是經常看到那種 它酸下去好像塗皮 說真真但吃下去很汁 豬肉味很香 它很濃的香草味 好吃的 牛果塌塌 應該是有洋蔥番茄碎 還有牛油果 挺新鮮 牛油果味挺香 它加了洋蔥碎 有洋蔥的刺激 所以令它更加突出 它的味道 最後到我點的 酵雞菠蘿漢堡配樹角 好巨型 我覺得我的口應該 抹到最大只能吃半個漢堡 我盡我所能 我盡我所能一夜拍 剛剛在滴 究竟那是菠蘿汁還是雞汁 這個包是沒可能一口咬到整個包 烤雞好棒 吃下去有汁 肉嫩香草味很香濃 蔬菜配上菠蘿 是夾的很新鮮 菠蘿很甜 但這個包真的很巨型 很滿足 我咬了兩口 我完全覺得自己吃不完 是顧不到儀態和形象的 我絕對想不到如何 可以Elegan吃這個漢堡包 是不是漢堡 分開來吃它就不是漢堡包 你明白嗎 分開來吃就是all day breakfast 如果是all day breakfast 也有這個烤雞就棒 哇 剛剛來的這個loss cake 33元而已 但來到很大份很香 而且表面看到很多核桃很足料 它很鬆軟 油味很香 它的口感是馬拉高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個好吃的 以外表來說 去到黑芝麻這個卷 感覺好像普通一點 看外形普通 吃下去就不知道 黑芝麻味真的很濃郁 而且有火力感 它連裡面的烤士也很有黑芝麻味 雖然它說是新同甜品 但也挺甜的 它的奶油也挺膩的 整體口感是挺不錯的 但我覺得它的奶油比較多了 如果做蛋糕底再厚一點 奶油比較少 我想會平衡一點 好了暫時試完這麼多東西了 今集都是自費廣告 埋單650元 先說說我覺得最滿意的食物 一來就是野飲 這個咖啡蜜天妞我覺得好喝 如果下次再吃的話 都會再捱 雖然它是酒 但現在我沒有醉 所以OK PASSY 然後第二樣 主食 最好吃 漢堡包 烤雞漢堡 我覺得還未夠 想吃多過 有多誇張 它份量很大 我還想吃下去 到甜品 我覺得是LOFT CAKE最好吃 它的口感和味道 都是我喜歡的 而且吃下去都很天然 如果經過PODCORN 又想喝一杯咖啡 吃漢堡包的話 是會再來的 但當然了 我們波主吃不夠 是要帶著食文全港狗 有機會再試進PODCORN 不同的餐廳 我是波主 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